大家好 我是圣诞福 广州现代肿瘤医院 肿瘤和主任 很小致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肿瘤的预防 我们今天第一个要分享的病例 就是胃儿的预防 我们知道胃癌 跟饮食习惯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如果经常吃腌制的食品 油炸的食品 或者酗酒 抽烟 就会导致胃癌的发生 还有一个胃癌的一些 癌情变变 比如说是萎生性胃炎 胃的息肉 还有一些良性的胃溃疡 这都是一些胃的癌情变变 我们如果发现了这些癌情变变 我们要及时的治疗 预防胃癌的发生 还有一个 比如说 超过44岁的年龄 我们最好建议 一到两年定期做一次胃疾检检查 发现这些癌情变变及时的处理 可以明显的降低胃癌的发生率 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胃癌跟饮食习惯有关系 全世界发病率最高的胃癌的国家就是日本 但是日本人如果移民到其他国家 经过一两代之后 他的胃癌的发病率是比区区在日本 要明显的减少 这也间接的说明 隐私习惯跟胃癌的发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